某天下午,狐狸猫跟小树蛙在客厅聊天,吃零食。 小树蛙觉得有些无聊,想玩游戏。 于是狐狸猫提议用喝完的铝罐来比赛。 狐狸猫从笔筒拿出了两只原子笔说, 我们来比赛,用笔把铝罐从这头移到笔筒那头去。 这还不简单,是要比谁打得比较远吗? 小树蛙兴奋地说, 哪有这么简单? 狐狸猫说,笔不可以碰到铝罐,碰到就算输了。 于是,比赛开始了。 只见狐狸猫一点也不着急地用尾巴快速地摩擦原子笔的塑胶外壳。 而小树蛙则是想把笔当扇子用,拼命地扇着。 但罐子却还是移动也不动的。 接着,狐狸猫拿着摩擦过的原子笔, 用塑胶的笔杆靠近桌上的铝罐, 然后再慢慢地移动。 结果,铝罐居然像小根般一样, 跟着原子笔杆移动的方向开始滚动。 最后,狐狸猫赢得了比赛。 荧幕前的你,请帮忙小树蛙想想看, 狐狸猫到底是用了什么把戏赢得这场比赛呢? 其实,狐狸猫是利用摩擦起电的原理, 使原子笔的塑胶笔杆带电, 成为一个带电体。 而当带电体靠近导体铝罐时, 会发生导体内部正负电荷暂时分离的现象, 使原子笔与铝罐中的异性电荷相吸, 带动铝罐移动。 当导体内的正电荷与负电荷数量相同时, 导体呈电中性,不带电。 而如果将带电体靠近导体时, 会因为同性相斥或异性相吸的作用, 使导体内部的自由电子移动, 发生正负电荷暂时分离的现象, 称为静电感应。 不过因为导体并没有接触到带电体, 所以电荷只是在导体内部分离并没有减少。 而当带电体离开时, 导体内的电荷会在平均分布, 呈现电中性。 但如果在静电感应的情况下, 用手碰一下导体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带负电的物体靠近导体时, 里面的电子会因为同性相斥而跑到另外一端。 而当手碰触到导体时, 因为带电体带负电, 所以导体里面的电子会被排斥而移到手上。 当手亲碰一下而移开之后, 此时导体里面因为正电多于负电, 因此当带电体离开时, 导体会带正电。 不过, 荧幕前的你是否知道, 如果带电体带的不是负电, 而是正电会怎样呢? 如果改成是带正电的物体靠近的话, 电子则会因为异性相吸的原理而靠近带电体。 而手触到导体的时候, 因为带电体带正电, 所以会吸引手上的电子导入导体, 使导体里的电子多于正电, 因此当带电体离开时, 导体就会带负电。 这种使导体被感应而带电的现象, 称为感应起电。 感应起电所产生的电荷 与带电体所带电性相反。 不过, 人的手触碰到导体, 可以导出或导入电子, 那手是不是变成带正电, 或负电呢? 其实因为人是导体, 所以当手触碰到金属球时, 人体就成了金属球 与地面连接的导线。 而这个连接,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接地, 可以用这个符号来代表。 利用感应起电的方式, 当带电体带正电时, 电子会经由手从地面流入导体, 而带电体为负电时, 电子则会从导体经由手导出至地面。 不过荧幕前的你, 是否和小树蛙有相同的疑问呢? 前面带电体都没有碰到导体, 那如果碰到呢? 当带正电的物体靠近导体时, 导体里面的负电荷会因为被吸引而靠近带电体。 所以当带电体碰到导体时, 带电体的正电会吸引负电荷离开导体。 此时, 导体里面的正电荷会多于负电荷。 因此, 当带电体离开时, 导体会带正电。 这种让带电体和导体带同性电的现象, 称为接触起电。 想一想, 如果带电体带的是负电呢? 同样的, 当带负电的物体靠近导体时, 导体里面的负电荷会因为排斥而移到另一端。 所以当带电体碰到导体时, 会因为接触的那端的正电荷比较多, 而吸引带电体里的负电荷流入导体。 此时, 导体里面因为负电荷多于正电荷。 因此, 当带电体离开时, 导体会带负电。 刚刚学了好多新知识, 让我们来做个重点整理吧。 因带电体靠近, 使导体内部产生正负电荷暂时分离的现象, 称为静电感应。 导体中只有带负电的自由电子会移动, 正电荷不会移动。 静电感应发生时, 导体内正负电荷数仍相等。 带电体离开后, 导体维持电中性。 导体被感应起电后, 电性与带电体相反。 导体被接触起电后, 电性与带电体相同。 接触导体时, 自由电子、负电荷会流入或流出导体, 而使导体带电。 最后, 和小树蛙与狐狸猫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在前面的静电感应例子中, 导体都会放在绝缘体上。 那如果不是放在绝缘体上, 导体是否还会带正或负电呢?